近几年呢 各种新名称 新技术不断涌现 比如说 人工智能 或者 乌鸦 虚拟现实 3d 打印等等 不排除很多创业者为了趁这些IP 富有伦子 但确实的话 有不少人通过这些高大战的技术 赚到钱了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3d 打印技术是如何赚到钱了 说到这个3d 打印技术呢 我在网上看过新闻 是说可以打印房子啊 这些技术呢 确实是比较牛 但我们大部分人的话 都用不到 也实现不来 就比如说 VR 虚拟现实的技术啊 说的 很高大战 但我们大部分人的话 用来就是 一个谷歌盒子啊 好的 不扯其他的了 就说这个3d 打印技术 我们来看看淘宝3加4如何赚钱啊 我们打开淘宝 找一下案例 搜索关键词 3d 打印服务啊 可以点一下销量 看一下这边 排行第一的 你看什么 四千多人收货 4047 乘以50 你看 这一家店呢 他就赚了20万 一个月的收入啊 20来万 他们是做什么的呢 其实呢 就是给别人用 3d 打印机啊 给别人打印模型啊 那么这个市场呢 他还是挺大的啊 因为呢 很多学校都开有这种专业的课程 很多学生要交作业 比如 毕业设计之类的哦 他们就会去淘宝搜索 3d 打印的服务 那么这个市场呢 目前还是属于冷门暴力的市场 基本上打印一个模型的价格就是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的啊 我们拉到最底下 你看一下 这个竞争还是比较小的啊 那么3d 打印这项技术复杂吗 嗯 相对来说 挺复杂的 但是淘宝上做这个服务的 他并不是特别复杂 最主要的投资呢 就是一台3d 打印的机器啊 3d 打印机 你可以看一下 淘宝上这些3d 打印的机器呢 几百 几千到几万不等啊 像那些夜路几十万的店呢 肯定用的是几万的机器 打印快效率也高 但如果只是单单给 学生毕业设计打印的话 几千年的设备也够用了 也可以做这个项目了 那么除了打印的机器之外 他还需要一个打印的耗材啊 看一下这里啊 3d 打印耗材 常用的材料呢 就是 PLA和ABS的材料啊 价格也不是特别贵 我们打开一个看一下 就这个价格啊 最后呢 就是软件方面的 还是要费一点3d 软件啊 比如说3d max 或者犀牛等 这些软件啊 不需要太精通 费修改图片即可啊 这个可以在网络上找相关的教程学习的啊 最后总结一下啊 这个市场呢 目前的话在近几年内 还是属于比较新潮并且冷门的市场啊 如果做的好的话 确实可以赚钱 不过做任何项目的话 你要把项目 弄清楚 弄懂了再去做 这样的成功的几率呢 才会比较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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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